抗喜太老 其實在... 一直到現在為止 好像也很少有像 我跟他這樣兩個的年紀 就是那時候 好像30歲左右吧 你說輩分太少嗎 對 輩分非常低 然後又是棚內的談話性節目 每個來賓都是比我們還資深的 不會 你們壓力哪會大 上你們節目的來賓壓力才大 對 你說... 對 那時候我常錄 然後就一直莫名的緊張 我想說我在緊張什麼 壓力超高的 是覺得他們完全帶不了節目 就是撐不住場面 他們不也有Slogan吧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是開場 就是先take郭欣一個人 他講一段 比如說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再來進整個大畫面 然後大家鼓掌 那來賓有沒有在緊張什麼 就很難 因為... 就這錢不好賺啊 對 真的 就其實... 就想說因為RED很多 那他應該按照1 2 3 4 然後... 對... 那覺得怎麼一直卡在2 一直還在重複這個 他們會被來賓牽著鼻子走 那你如果碰到比較老練的 比方說我們三個 很可能半個鐘頭 都是我們三個在講 大家以為是我們三個在主持 因為玉琳哥、NO哥 他們來的時候是很幫我們的 都絕對看得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在主持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啦 就是我跟郭欣 其實沒有那麼好的默契 對... 所以常常我在講一件事 感覺郭欣拖累你是真的 不是... 他今天要講一件事 他說他有一天問了郭欣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節目的腳本 然後郭欣回答什麼 郭欣在節目錄影當中回答我說 我沒有看腳本啊 他為什麼不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這樣比較好玩 他覺得這樣比較好玩 他想要靠他自己的臨場犯 第一個反應是不是 對 好吧 那玩完了吧 好 高興了吧 高興了吧 對啊 就這樣 好 我們來看這個片段 歡迎收看 娘娘駕到 駕到了 台灣真是太進步了 在演藝圈靠著耍娘 也能夠得到自己的節目 我們歡迎兩位主持人 郭欣還有阿布 現在是你們的節目 不好意思 我的節目 為什麼是我開場啊 因為習慣是讓民開場嘛 對啊 我們習慣讓你們 很懶惰耶 趕快開始主持 我不是來賓喔 好 康永哥請坐 歡迎康永哥 請一下... OK 好 參與一下 我們才不相信你們有多好 我們才不相信你們有多好 你們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歡迎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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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你好淘汰喔 先發生 他腳旁邊有一個豆子 怎麼辦呢 你剛剛被搞放大 等一下... 先把它擠一擠喔 就這樣擠 對啊 好掃興喔 我一定會掃興的啦 我覺得不會清下去 你想想看有一個東西分泌物 然後吃在嘴巴 因為多噁心喔 不是... 好像是你在做大部分的事耶 其實是 因為郭欣會突然蹦出一句話 比如說我正在聊什麼 他會突然蹦出一句話 來扯到別的事情去 請問當時這節目 有得到任何好評嗎 他們兩個就很像是... 很像是一群女生 然後去牛郎店玩他們兩個 就被玩了 因為他們兩個是做... 你講什麼他們就會做 就是被操控的兩個玩 對 你看就像康友哥剛才也是啊 是他不要叫牛郎店 他應該叫做牛郎店 你有牛郎 牛郎來的 你為什麼不當牛郎 牛郎可以嫁到 就是我覺得做一個牛郎節目 這是真心鼓勵他嗎 真心鼓勵他 我覺得就讓觀眾感受到 他們去吃牛郎店玩 然後他們兩個被玩 這樣還比較成立一點 因為他錢還夠用 而且那時候很多大咖耶 你有去站台 來 菁姐 我記得也有去啊 誰 菁姐啊 菁姐 憲哥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 希望他們可以久一點 結果就幫不上什麼忙 我比較不懂的是 這等於沒有累積 他做了一個談話節目 然後結果收掉以後 他沒有再繼續 被當成一個談話的主持人 那就那個節目就廢掉啊 這個就是憲哥的名言啊 主持 你如果沒有前進一格 你就會倒退兩格 是喔 常常都這樣 所以... 因為像鄭卓成跟土中央 都是立刻一步一步前進的啊 對 那他們已經是大聯盟了嘛 大聯盟等級的人 偶爾一場敗頭 兩場敗頭 無所謂嘛 對啊 所以他那個很可惜 我們本來已經是牛棚的啦 對 牛棚好不容易有上場的機會 又落賽 又被... 你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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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的屁啊 你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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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各位來講 是打擊嗎 其實不會耶 就是會覺得有... 其實大家有培養到默契 然後就變成...對 就是跟誰都可以組合這樣子 對 覺得滿可惜的 所以當時提出構想的時候 認為這是一個好構想 然後真正第一集播出的時候 全部都覺得 跟自己想像的不同 我跟你講 你知道第一集有多可怕 因為我本來會想說 這些前輩什麼 大家應該感情很好 我們如果第一集就知道說 每個人內心都是各有蹊蹺 因為第一集拉主Key 我還記得是派出韋如跟沈玉琳 沒有...我跟你講 整場好可怕喔 而且他們都不幫忙喔 所以看笑話喔 都說你看... 你看... 我覺得...我覺得當時 分明在整我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我那時候上... 即便上通告的頻率也不高喔 算是這個... 新人 對 算是新人 那他們就找了我 我也覺得OK啊 算是很抬舉我 然後就開會了幾次 就決定錄影了 首錄的第一集 你怎麼會叫我上場 我就沒有任何主持經驗啊 我連當來賓的經驗都很少啊 他們可能覺得你根本沒在怕啊 好 厲害了 他要我配韋如 然後我就問製作人說 為什麼會第一集 而且這麼多沒一起在看 你為什麼就找我跟韋如上 他說玉琳哥 是這樣喔 現在的節目 需要一個強大的新鮮感 我們要怎麼塑造你跟韋如呢 玉琳哥 你就是蔡康勇 韋如就是小艾 你現在是不是惹我他們兩個 沒有 他們是真心的 這樣在設計喔 乍聽覺得荒謬對不對 可是細想又覺得... 真荒謬... 真荒謬 請不要再駝鳥心態了 因為韋如他有時候也會人來瘋 他也會神來一筆嘛 那我跟你相似之處 就是跟你一樣俊俏 好 那我... 沒有... 好 第三個 這有我律師的電話嗎 我幫你電話 這算了 節目停了 然後就這樣開錄了 那開錄之前 我要有一個僥倖心理說 沒關係 我沒有經驗 可是韋如 好歹你也當小天使當那麼久啦 那也有一些主持經驗啊 我就Follow你就好 你講什麼我就哼哼哼哼 這樣給人過關嘛 對不對 沒有想到一開錄以後 我想要靠韋如 韋如還要靠我咧 可是你為什麼不就照著腳本走 底下的都是牛鬼蛇神 真的 那個壓力差 那個一開場 我一開場講話以後呢 然後呢 他們一開始 還會禮貌性地看我幾眼 然後回答我的問題 那後來呢 他們自己聊起來了 自己那個... 我永遠記得有一幕 小甜甜NO哥這樣子 然後我在那邊主持對不對 照理他們直接看這邊對不對 他們兩個在那邊 他一直說我怎麼弄得下去啊 真的 你是故意的嗎 沒有 沒有 因為... 他開房開得無聊 而且他開始在走流程 就是...就是有點... 因為兩個沒有培養到好的默契 所以就變成他一直在走 韋如在旁邊也不知道 插上什麼話 然後停下來之後 韋如也沒有接上去這樣子 那就看到彩華姐一直在補妝 請問啊 你不是說這一集 如果派到的是你跟韋如主持 你們兩個不用先去 跟其他的搭檔們打個招呼 說等一下要怎麼樣做 那這就是甜甜剛剛講的啊 因為我們壯士感情很好啊 沒有想到一上了台以後 離心離德啊 我跟你講 他們真的是 而且玉琳哥心機才重 從私底下就開始了 我永遠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小馬哥嘛 然後呢 小馬哥那時候 也在抓說那個綜藝節目的TEMPO 然後比較好笑 然後玉琳哥就語重欣賞 然後告訴小馬哥說 我跟你講 你最好笑的時候就是喝醉的時候 然後開始小馬哥就酗酒 就在畫中間 就一直酗酒... 結果後來他真的忙了 然後自己我就跟他聊說 最難過的感情的 一些很分手的理由什麼 突然間小馬哥站起來 阿伯 什麼 他就是我阿伯 他是這樣 那錄影前呢 他就說 他說玉琳哥 我告訴你 我朋友都說我模仿阿扁很像 然後我就說對啊 你真的滿像的 其實我根本沒看他模仿 不過但是我只是順著他 因為我看他喝酒了 然後喝酒的 你不要跟他講相反的話 對 我說不錯... 然後玉琳哥 我等一下會找機會表演 然後就... 就一瓶小威士忌 就灌完了 就開始錄影 那主題是在聊感情傷心的事 他從頭到尾找不到地方 可以弄他的阿扁 然後也沒人Cue他 那眼睛快Ending了你知道嗎 那主事人家做結語的說 所以感情的事情 大家彼此心道不宣 好好的加油 好好努力 他突然 阿扁 覺得感情不是這樣 阿扁 而且還有... 然後因為這一段 大概就慌了就想說 他就在...就想要讓他剪掉 然後就在演... 就讓他繼續講 剪掉就好了 講完之後他換了 他站起來變李登輝 李登輝還說 小時候好 差不多真的要做 這時候小馬不見...馬哥不見了 他跑到背景就插玻璃 我們根本沒有玻璃 這玻璃是空的 這還滿精采的啊 我們會看這畫面嗎 這一集找得到嗎 我看一下... 對啊... 錄到最後你們有感情越來越差嗎 不會啊 因為後來人路去走啦 那有一個人試著出來調解 說大家不要這樣 我們來坐下來好好聊一下 不會 因為表面上看不出來 就感覺大家很和諧 而且那時候B段班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搶得要進去耶 對 很多人啊 那時候他們在選角... 所以擠不進去算是遺憾 對啊 因為那時候就B段班 就想說這是應該對一個 這是綜藝界的...是一個認證 對啊 然後就沒被找到 就是... 對啊 活該了 小玉琳參加節目 真的了不起還有黃金B段班 только黑洞 不是真的嗎 有人想做的都是 他們從招待他們的 海軍報導 發驚一 quotation 米粉 金魚 봤 在彩虹裡 德雅的浪流星 德雅的浪流星 床外下著紅紅雨 借你一段重去 青春浪的天空涼霜的光 今期好浪情無浪 像不像紫帳 右邊 左邊 重點 回頭 右邊 左邊 重點 回頭 開 合 開 合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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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我要男 人 來回來了 找要找要紅 找要紅 找要找要紅 找要找 多一點 他先啦 你就講那個 趕快啦 叫你撕就撕啦 好 來 我撕喔 1 2 3 被整的 1 2... 小燕姐 小心點 小燕姐 小心點 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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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他好笑喔 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幹嘛 對啊 毫無章法耶 很混亂的節目耶 但是也精銳進出啦 對啊 其實還滿... 不是 是把你們的鴨香寶 全部都拿出來了 那一集是 那一集的主題就叫你在 其他節目最大的貢獻 都可以 蔡康勇獻上獨家大禮 卻當場久半天 春天二十週年呢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 奇怪的小禮物 是蔡康勇 人可以選擇流行 人也可以決定流行 台北選擇了什麼樣的流行呢 台北的流行 跟別的都市有什麼不同呢 很少有人去學習 模仿美國漫畫的 青少年對於流行的認定 往往就可以旅端而且堅定 你也會想說我弄錯 對啊 那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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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子 對啊 跟著我去看啦